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神廟試煉火 如火如荼 如火如荼不是如火如蟬 如火如荼高級 這個關卡來講看起來比較危險的只有第七第八關 那我使用這樣組合稍微評估一下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現在來為大家測試 他將威力好像太大 沒有 沒有威力太大 只是他打我威力應該會蠻大的 非常漂亮 我本來想說非常漂亮的10COMBO 一吸都沒有 一個攻擊力都沒有的10COMBO 只有八回合 這兩隻CD蠻長的 就加減除一下就好了 不用太講究 會Lag 主要主角是前面兩隻跟水瓶 主要是前面兩隻跟水瓶 水瓶是幫忙稍微撐一點回復力這樣 這個攻擊力5000多就會死了 兩隻一起打會死 先KD在旁邊的網子 這個2449 這個也差不多5000 好像都很痛的感覺 因為我們現在畢竟我們血量不多 這個3COMBO就差不多了 好像太多了 不會 這個水瓶的高回復力就來了 這樣就幾乎回滿回來了 不過沒有必要把自己撐得那麼危險 好 主要這三隻CD出來就可以了 這兩隻的話當然能除 怎麼那麼快 雙子公司怎麼到 喔第四關 CD2 奇怪 為什麼我沒有剛打同一隻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要除CD 會不會他這樣就GG了 會不會他這樣就GG了 還沒 因為靠這邊的話 你除CD才比較容易除得起來 主要是這隻守目方式 因為 我也不曉得 是不是 第七關有這麼穩 因為他總共打4400 CD9我看不出來 看一下 一回合 好吧 他可以稍微用力一點打 當然不要在這邊玩一個無限輪迴的狀況 輪迴已經每天都在打了 不要在這邊再打無限輪迴 好烏龜出起來就好了 基本上沒有烏龜應該是沒問題 只是順手錄一下 剛好算了一下攻擊力 什麼 這個史萊姆傷害不小的 不過 太多隻 但是我不想跟他躲 水游看你自己想不想把他擠起來 基本上是臭人是用的而已 這邊的話就是 盡量都全體輸出 全體記得那隻木的要加進去 不要忘了他的存在 現在只剩下木可以攻擊 所以我選擇就算了 希望不是CDE 這果然是CDE開技 完全沒攻擊我在幹嘛 我要讓他也不是這樣讓的 水瓶這時候就有發揮他的功用 為什麼 因為水瓶可以幫我們回 回血 非常漂亮的水游這時候就出現了 非常漂亮的搭配加上祖火 看到很漂亮的是什麼 我卡住了 真是很險 所以帶兩隻剪上來只有差的 這是CDE 基本上水瓶先開 好 這時候就綠珠了 因為有水瓶等下下一波攻擊應該不是問題 有水火 水火 水跟火跟心 水火跟心 水火跟心 對水火跟心 其他的 如果眼睛夠力就消一消吧 沒有眼睛不夠力所以就算 這看起來不多啦 不過combo數大概做 我剛剛算了一下 大概做個 六顆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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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組水豬 5combo就可以了 換5combo就可以了 如果檯面這麼多還做不到5combo 這個是 這是 有可能的 因為我是3到5combo的 那個 技術 看一下 2combo 1 2 3 3 應該是沒問題吧 哎呀 這個有1combo嗎 喔沒有欸 不過我還是把它K掉 沒有1combo也是可以K掉 因為水豬夠多啦 這個有點危險的打法 雖然說我不曉得是不是 是不是K掉 可是水豬夠多啦 以上這個 如火如荼 的高級的 那個 示範 給大家的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